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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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在哪裡 你知不知道我在找你 你為什麼不給我個明確的答案 師兄 師兄 如果你真的死了 你卻騙我你還活在這世上 你知不知道我會痛苦一輩子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拜過師兄 快點 走了 走 走啊 走了 快走 走了 祝聖德 還不快三跪九寇 怕到國師的墳前認罪 你都做不到嗎 你不需要改過自新 現在反悔了嗎 要不是我們先生天地求情 天地求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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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腦袋早就沒了 我不應該誤會 我不應該當你是敵人 我不應該當你是敵人 我不應該跟你作對 其實我都是無心的 我不是故意要這麼做 好 我因為一時的糊塗 還會害了百姓 我是因為一時的衝動 才會叫人把田文耕大傷 我用一時的懵懂 才會利用龍飛跟鳳梏 來威脅你 我有多久害你 本來只是想嚇嚇你 我怎麼知道 我真的害死你 我知道 我是一個十惡不赦的人 我是一個不值得活在世上的人 但是 現在說這些都枉然了 因為 我現在在說什麼 你都無法再活過來了 我是 世王害死了你 我該死 我真該死 希望國師在天之靈 千萬要原諒我的過錯 我看 你根本就不想悔改 你明明要國師非死不可 我 居然還說你不是故意的 你有一把溫哥哥打成重傷 殺戮不明 居然還說你是一時衝動 你殺了木瓜的父母 害死豪洲城內 換瘟疫的無數百姓 你這些罪狀 竟然是一句一時糊塗 風無姑娘 我剛才所說的話 都是我的真心話 今天我諸聖德 要重新做人 以前的事情 真的是我一時糊塗 一時糊塗 到現在 你還在那強詞奪理 皇上不殺你 並不表示 我也願意 放你一條生路 今天 我就一刀殺了你 讓你再也不能 為非作歹 皇妃 住手 阿修 他是害死國師的人 我們應該 要他賠命 就算現在 用他的血 來祭拜我師兄 我師兄就能活過來嗎 那麼殺死他 有什麼意義呢 用他的血 來祭拜國師 至少 能夠讓跟他一樣的壞人 得到警惕 我師兄不是那種 有仇必報的人 我相信現在 我師兄 已經原諒他了 既然 他都已經 會在這裡 向我師兄道歉 我相信我師兄 不會再記仇了 阿修 他剛才說的話 是人說的話嗎 說什麼 做的事情都是不小心的 做的一乾二淨的 是啊 阿修姐 這個仇不只是國師一個人的仇而已 那麼多的冤魂枉死 都是諸聖德造的孽 難道不應該讓他得到處罰嗎 我師兄 一向反對以暴制暴 現在殺死明勝公 只是出一口氣 於事無補 不管明勝公 是真的要悔改 還是假的要悔改 既然我師兄 跟皇上要給他一次機會 那就讓我師兄 用他的人意之心 來感化他 阿修姑娘 人性本惡 像諸聖德這樣的壞人 根本不可能 被人意所感動 留他一條活路 這會讓天底下的壞人 更瞧不起大明朝的律法 現在只有殺了他 才能夠讓天下百姓 心服口服 龍飛 你要殺我之前 請你先考慮一下 我死不足惜 可是 你如果這麼做 就是違抗聖旨 也會被皇上砍頭的 這樣值得嗎 我是不希望 你為我而死呢 好 今天 我就先殺了你 再去向皇上請罪 哥 博士已經犧牲了 你不能再出事 為了要制裁諸聖德 已經犧牲那麼多條人命 這樣是不值得的 不如我們照皇上的旨意 如果諸聖德還是惡性不改的話 就讓上天來處罰他 是啊龍飛 我師兄常常說 人性本善 現在明神宮已經無權無事了 說不定 他真的可以好好反省 好好地悔改 好 既然國師說過 人性本善 人性本善 我就看你諸聖德 是不是能夠改過自信 重新做一個好人 多謝趙公子 多謝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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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兵皇上 為國師祭拜的法壇已經設好了 朕现在就去祭拜刘伯温 是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啊 启禀皇上 皇后已经来了 大脚坡来了 她怎么突然跑来 是不是听到风声 知道刘伯温的事 这下糟了 我要赶紧想个办法来骗她 要不然她发起脾气来 我就惨了 这就叫做怕比较好打 大脚坡 正好想你啊 你知道吗 在外面都看不到你啊 好想你啊 你知道吗 你知道我在想你 所以跑来见我 我知道你好爱我好想我对吧 你臭美呀 我想你来看你 我看了你几十年了 我还看不够啊 我告诉你 今天我专程来这里 是为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什么事情 外面到处都在传 说我们家先生死了 是真的还假的 外面到处都在传 说我们家先生死了 是真的还假的 你们不是死了 这你们不知道 还好还好 我就知道 我们家先生虽然不是胖子 起码他身体健康 而且他神经妙碎 怎么可能就这么随随便便死了 一定是你们又在装身弄鬼 害我吓得连胆子都没了 好处好处 我从那么远赶过来 倒杯茶给我喝 是啦 什么东西啊 叫你半杯茶来 给我喝你就死了 死什么 不是啦 大脚婆 我是说 刘伯温死了 你现在是吃饱了撑着 还是没事找事啊 你刚才就跟我说 听别人说的 你不知道这件事件 你现在又跟我说死了 你在耍我 大脚婆 你刚刚说 听外面的人说 刘伯温死了 对呀 你不是跟我说没用啊 应该死了 我 我是怕你伤心 才没跟你说实话呢 朱元璋 我现在是联名戴姓的将鸟 我现在是很正经地在跟你说话 你要很正经地跟我说 我们家先生到底怎么样 死了 真的假的 你还骗我 好了 大脚婆 你别难过了 来来来 坐坐坐 忘掉仙人死了 来来 坐坐 坐坐坐 他真的死了吗 对了 对了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死啊 我问你 那他的尸体呢 我们家先生活着我要见到人 死了我要见到他尸体 大脚婆 因为入土为安 哪有尸体可看啊 你在说什么 大明朝的大国事 大明朝的江山是他帮你打下来的 他死了你没将他移立回京城 你至少也应该让他回归故里 你就只要随便挖个坑把他给埋了 大脚婆 不用那么麻烦了 你不要再说了 你听我说嘛 有不问的 在生前的时候就说了 他说蚝州的风雪很好 他要是死了 就葬在蚝州就好了 我就替他做主 在蚝州找了一块风水宝地 让他入土为安了 他自己说的啊 先生他自己说的 先生 都是你都是你啊 你至少应该通知我一下 你也要让我来得及见到最后一面嘛 好了大脚婆 事情啊发生得很突然 我来不及去通知你啊 而且 刘伯恩说 你要是知道了 一定会很伤心 所以 他叫我不要跟你说 先生知道我会伤心 嗯 外面的人都说 先生他是突然暴毙 他突然死的话 有办法交代你那么多 你说啊 大脚婆 大家都叫你师父什么 神机妙算 他早就算出来 他有这个死结 所以任何事情 都事先都交代好了 就这 就很合理啊 先生 你怎么那么年轻就走了 那里头 那我们家先生葬在哪儿 我要去祭拜他 不用去了啊 大脚婆 你要去看见他的坟哪 会更伤心哪 祭坛哪 我帮你摆好了 如果你要祭拜啊 我陪你去啊 好了好了 别再伤心了啊 好了好了 大脚婆 别伤心了 别旺 你早就该算出来 你这次来好州一定会死的 你为什么还要来 你为什么那么傻呢 好啦 大脚国 你不要太伤心了 刘伯门一定不希望看到你这么伤心啊 先生 你为什么前交代外交代 也不跟我说一声呢 那我心里也不会这么难过 大脚国 他就是怕你伤心才不跟你讲啊 你不用再骗我了 你以为我是聋子 我没有听到别人说些什么吗 明明就是明圣公的三杯毒酒害死他的对吧 你们姓朱的 就只有你比较有出息而已 他明明想霸占你的江山 明圣公做了那么多的坏事 你还不惩罚他 还让他害死我们大兵上的大忠臣 我看你也一样 忠臣跟奸臣都分不清楚 没有啊 大脚国 我已经惩罚明圣公了耶 惩罚什么 就罚他到国师面前去说声道歉而已吗 我要是你的话 我早就割他的职发配边疆了 还让他害死我们大兵上的栋梁 你早就该收回他的封地 让他的子孙都不能围观你知道吗 好了 大脚婆 这件事情慢慢来嘛 不要急啊 什么慢慢来 我觉得很奇怪哦 为什么我们家先生死了 你一副不痛不痒的样子 难道你都不伤心 哪有啊 大脚婆 我的悲伤啊 都都压抑在心里面耶 朕是一国之君 如果连我都六神无主 那天下不是大乱了吗 我实在不相信 我们家先生就这么死了 先生 对了 那阿秀呢 阿秀知道我们家先生死了 他又没有伤心地想要跟他走 他现在怎么样 大脚婆 你不用担心了 阿秀没事 他现在在哪里 我要去看看他 好好好 我派宫女陪你去看他 别再伤心了啊 你这么伤心我也不好过啊 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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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来看你了 娘娘 请 阿秀 叩见娘娘 起来 起来 娘娘 娘娘 你不要再难过了 来 我看看 阿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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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受成这个样子啊 多谢娘娘关心 我也 我也没想到会发生这种事 先让他神迹妙算 这么多的劫数 他都已经逃过了 为什么这一劫会避不过 我当时 要是不让他来好州 他也不会死 娘娘 你千万不要自责 我师兄一定不希望见你这么难过 阿秀 我是来安慰你的 怎么反而是你在安慰我 娘娘 其实 我师兄他 你师兄怎么样 我怀疑 我师兄其实没死 没死 我师兄他 对我 我师兄他 你师兄怎么样 我怀疑 我师兄其实没死 没死 阿兄 你是不是经常会觉得 你师兄在你身边呢 那是做梦的 你不要想那么多 人都已经死了 你想那么多也没有用 娘娘 不是我胡思乱想 我会这么说是有原因的 我师兄 请高斌师父教给我一首诗 诗中的意思 好像是说 它会再回来 那那首诗呢 在这里 你念 我来解看看 世间离合 寻常事 这一句就是说 我们世上的人啊 合合分分的 这是正常的事情 下一句呢 两弟情怀 各自知 就是死了 他在阴间 你在阳间 才会分两地嘛 但是你一想他呢 他是知道的 下一句呢 此去云山 心细辱 云山 云山在哪儿啊 跳过 跳过 来最后一句 最后一句 期待三月 再逢时 期待三月再逢时 哎呦 那就表示他没死 阿秀啊 你刚才念这 最后一句就好了嘛 哎 先生没死 哦 所以啊 他就是神经不要算 算得出来 他有此意见 所以呢 他 所以我宁愿相信 世兄没有死 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在想办法 解决这个危难 对对对 哎 对呀 哎 我们家赖里头啊 跟我说先生死的时候 我难过得一直哭 他却像是个没事的人似的 哎 哦 会不会是他们两个人 穿弄好的 所以我们家赖里头 知道我先生没死 故意不让我们知道 好啊 赖里头 你越来越大胆 我们就走着瞧吧 你大脚步 睡觉了 哎 等等等等 你要干嘛 睡觉啊 你到别间去睡吧 哎 大脚步 我在这儿睡得好啊 那为什么要我去别间睡啊 哎 我们家先生含冤死的 你想想看 他生前为我们大明朝 是尽忠报国 他死了之后 你这个皇帝 跟我这位皇后娘娘 不需要为他尽点心意吗 所以我现在决定了 我决定要如宿三个月 而且我要每一天 为我们家先生超度送金 让他能够早日投胎 然后再来辅佐你大明江山 知道吗 嗯 这样很好啊 不过大脚步 这跟我到别间去睡 有什么关系啊 怎么会没关系呢 嗯 我刚才说的你都没听到 我是要很诚心地 听我们家先生送金超度 哦 所以我要保持心情的平静 这段时间 不准你接近我 嗯 有这么严重吗 这不是叫严重 这叫慎重 哎 对对对对 还有你啊 您是皇帝 您也要跟我一样 如宿三个月 而且呢 也要每天送金超度 这样子一来 如果让老天爷看到 我们是这样子 对待大忠臣 他就会赶快 派我们这位大国师 再来投胎转世 而且 我皇后都已经如宿了 你如果不吃的话 万民绝对会说你 忘恩负义 你信不信 大脚婆 这可能比较困难啊 以前我在皇军寺出家的时候 都不用再戒了 现在 何况是现在 哎 你现在说这什么话 你是一国之君 你是皇帝 你想想看 我们家先生刘伯威 只为了赵军用一句话 他都敢牺牲他的生命了 叫你吃三个月的斋 你都不愿意啊 哼 我就知道 我一定是嫁错人了 喂 你这个当皇帝的啊 一点都比不上刘伯温 刘伯温 你 你这在干嘛 人都死了 你还要诅咒他 你有没有良心啊 没有啊 我是说 既然刘伯温都做得到 真也做得到啊 哦 那你还站在干嘛 对啊 谁叫 等等等等 等等 不是走这边 是走那边 大教伯不要啦 你出去 大教伯 阿弥陀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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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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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掌成虎 你把这个水壶挂在我脖子上 等我脱身 我也要在你脖子上挂一个水壶 看你还怎么嚣张 怎么解不开啦 你 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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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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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脱身了 我脱身了 我就不相信会困在这里一辈子 就这样逃走 未免太便宜那个张尘虎了 我要在这里等他回来 张尘虎 等你回来 趁你不注意的时候 我就要把你绑起来 你死定了 肚子饿了吧 我帮你带了吃的回来 你还真好耶 谢谢啊 好 好 好 呀 我帮你 将贵索票 肚子饿了吧 我把你带了缺的回来 你还真好耶 谢谢啊 爹 欧帆 补衣 吃饭 林科 你 你 我怎么样 你既然挣脱了绳索 为什么不逃走 逃走 没那么简单 我才不会放过你呢 怎么又是这一招啊 放开啦 赵成虎 放开我 放开我 你这个卑鄙的小人 明明知道我已经解开了 还装作不知道 你要是男人 就放开我 跟我决斗 赵成虎 丁 宝儿姑娘 你现在连喝水 吃饭的机会都没有了 怎么 后悔了吧 我才不会后悔呢 你这个卑卑的小人 张超虎 我告诉你 你如果要继续骂我 这块布就永远塞住你的嘴 知道吗 还要继续骂人吗 我问你 你想帮我绑到什么时候 盼我高兴 你是怕我拆穿 你冒充天字印记杀手的秘密 对不对 我还以为 你只是比较嚣张而已 你是个坏人 想不到 你竟然这么无血无泪 滥杀无辜 你知道吗 你杀的人都是好人 他们也是有父母有子女 你怎么那么没人心 你就取他们的性命 我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冒充天字印记的杀手 我也不明白 你为什么要滥杀无辜 你如果还有良心 就赶紧放了我 去官府自首 你不要再做坏事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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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成虎 你听到了没有 张成虎 哎 张成虎 张成虎 你不要一错再错 张成虎 义父 为奇门顿甲之术推算 刘伯温他现在 是周身还土 上下有才 这是落官入土之项 这表示 他应该撑着死 恭喜义父 除掉刘伯温这个眼中钉 现在没有刘伯温在一旁按手爱角 我就能高产无忧 进行我的气 但是 你已经冒充天字印记的杀手 杀死好几个人 他为什么到现在还不出现 义父 我已经杀了那么多的人 我想再过几天 天字印记杀手就会出现 往事挡也不是办法 我想 只有一个原因 义父 是什么原因 杀的人还不够呢 只要天字印记杀手一天不出现 你就一天杀一个人 以这杀到天字印记的杀手出现为止 这些是史官大人送来的新名单 其中有三名是朝廷大臣 梁库属城 吕定昌 军前卫中所 王礼 指挥使 张有侍 还有 黑面刀柜 包海 笑天狼 西门敖 这三个朝中大臣 这三个朝中大臣我都听说过 他们都是出了名的贪官污吏 像那个吕定昌 他就曾经在黄河泛滥的时候 将皇上救济灾民的银两 全都私吞了 像他这种行为 依照大明律法 应该要处以剥皮之行 但是却让他脱罪了 还有那个王礼 张有侍 也一样是目无王法 他们趁着镇守边疆的机会 走私害民 至于那个包海和西门敖 他们两个都是江湖上 很出名的江洋大盗 杀人放火 什么都敢做 本来已经被关入死牢了 但是却被他们逃脱 到现在还没落网 哥 现在 除了人名跟罪名 为什么还多了生辰拔字 因为 练了龙元神功之后 如果要用天雷诛杀 就必须要知道对方的生辰拔字 哥 你练了龙元神功 应该提升你的功力 应该更能随心所欲 处罚坏人 为什么要多了一层的限制呢 父母 这是条件 不是限制 世间银罗要知道坏人的生辰拔字 就可以控制他应该怎么死 还有 在什么时候死 这是上天 希望世间银罗在使用天条龟甲的时候 能够更加谨慎 原来是这样 我们现在要赶快找回天条龟甲 来制裁律法没有办法处罚的人 这样才能够保护善良的百姓 哥 如果天条龟甲是替天行道 那他为什么会发出幽冥之气 造成祸害呢 他为什么还要耗损你的真气 现在 为了练龙元神功 还耗损你的真元 哥 如果真的 只有练龙元神经的人 才能拿走天条龟甲 那现在天条龟甲被人拿走了 或许这表示 你杀了四十九个人之后 我们的任务就结束了 下个任务 是下个主人的责任 不可能 偷走天条龟甲的人 没有资格当他的主人 哥 凤 人的一生中 最重要的就是承诺 老师 为了遵守承诺 牺牲自己的生命 所以 我也一定 会用我的生命 来完成爹跟师父交代的使命 为臣叩见皇上 闭声 谢皇上 为这皇上召唤为臣 有什么吩咐 国庸 朕 要你去查到天资印记杀手 有什么结果 臣还在调查 针对死者的身份背景 看他们是否有共同的仇家 国庸 你也知道刘伯温 是朕最信任最倚重的人 现在他不在了 朕就依靠你了 臣愿肝脑涂殿为皇上效命 不要只出一张嘴 要拿出城去来 现在被天资印记杀手 杀死的人越来越多 这个豪州城内人心惶惶 慢慢查 要查到什么时候 启离皇上 为臣一定会随时将进展 向皇上比告 朕不要看什么进度 朕要看的是结果 你要是不赶紧查出凶手 朕就会降罪 以示警告 但是 但是什么 你要是做不到 就趁早说 朕就招待别人去做 你这个相爷也不用做了 回乡养老吧 怎么样 你到底做得到还是做不到 是 做得到 我拜拜 你看 但是不容易 什么 你都没有做到 我 我 你都没有做到 我 我 你都没有做到 我 你会做到 將過三平 聽說大腳步 卻替劉伯溫念經超度了 如果要朕繼續為劉伯溫災界 那朕的這雙臉 豈不是要變得菜色 準備了這一雙這麼薄霧 這天在黃絕寺吃素 吃的都快受不了了 回到醒目還要吃素 這太痛苦了 誰 是誰 是劉伯溫血靈啊 大腳步 你怎麼在這 我給你說一個秘密 我剛才看見張公公 端著這一桌菜到我的房間 我想說我在吃素啊 誰敢把婚菜端到我這兒呢 原來就是你啊 你好大的膽子 你不是已經答應我 說要吃斋了嗎 你現在怎麼樣 有啊 我有替劉伯溫 再見啊 只是我們也要拜他 要不然他在黃絕路上 肚子餓了怎麼辦呢 你是說這桌是要拜我們家先生就對了 對呀 對呀 說得也是 要先孝王陵 王陵孝敬完了之後呢 再給你吃 對吧 不是啊 大腳步 這叫做不浪費食物 不是弟子最餐 不然 stocks 賴栗頭你真是可憐 你吃素 才吃了十天而已 你現在就受不了想要開婚了 我覺得呢 你根本就沒有把我們那位大忠臣 放在心上 誰說的 我都把這大忠臣啊 放在心上 你說的哦 是啊 來 門口站著那 mieć四位進來 來來來來 快快快 進來幹什麼 皇上呢 要把這桌菜都賞給你們 一個人端一盤 快點 端走 來 大叫包 怎麼了 不要說話 你給我住嘴 聞聞看 香不香 這一看就知道是豪州大師傅的拿手菜 你看看 這乳座旁邊的色澤多美啊 對啊 你看看 肥豬肉還不抖 跟你的腮幫子一樣抖成這樣啊 這塊肥豬肉如果夾到你的嘴裡 怎麼可能會轉到它的手裡呢 對吧 因為你吃素不能吃 阿彌陀佛啊 阿彌陀佛啊 其實災界啊 最注重的就是心 不是外表 只要我們有那邊心就好了 這樣 而且劉伯伯知道朕愛吃肉 他不會計較 就吃一口好了 一口好了 就吃一口 什麼吃一口啊 想吃是吧 想吃的話 只要我們家先生沒意思 我整桌讓你吃 這樣啊 這樣就好辦了吧 朕根本就不用考慮 你現在說什麼好辦啊 你根本不用怎麼樣啊 根本就不用考慮 一定要替死去的忠臣再見 你們吃 你們吃 吃吃看 你們兩個 皇帝要走了 還站那邊幹什麼 出去啊 吃 好啊 你這個賴賴頭 你還真是能忍啊 哼 不過你剛才差點說溜嘴 現在我就證明 我們家先生還活在世上 我看你忍到何時才告訴我 看他那樣子 就知道是惱羞承諾掉頭走了 從這一點呢就可以證明 我們家先生你師兄他沒死 只是呢 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花樣 不讓我們知道 只要師兄還活著 其他什麼都無所謂 你無所謂我有所謂啊 我是賴賴頭的妻子 你是我先生的師妹 我們又不是外人對不對 我們跟他是最親的 為什麼不讓我們知道 害我們哭得半死 但是皇上又不肯講 現在師兄下落不明 我們趕著急也沒有用啊 你放心 我們家賴賴頭啊 他的口風在一起 總有一天也會鬆口的 娘娘 我想到了 除了皇上之外 還有一個人 應該知道我師兄的下落 是誰 高冰師父 既然我師兄 叫高冰師父交給我那首詩 那麼我師兄說不定 也交代了高冰師父其他的事情 而且我師兄中毒之後 他要我們送他到黃絕寺 找高冰師父 所以我在想 他們兩個說不定 在商量什麼計劃 他父母 我來稍等 笑笑 今晚算暗 風吹好過天 花瘋 寬到過 將幾首飄 世間啊 沒影完完 將過無聲萬 月亮 月亮 無霸一暗 若是暗過 有力鄉上北 月亮露水凌 寒風大路頂 思念賣三千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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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 我都可能 麵 一雲 暮妬 苦 雨 有 無少 海 想 空 溢